好,那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的名字叫張芳芳 那我今天就是也是瑞良 然後帶我來這個空間 其實我還不知道我自己要來這裡做什麼 所以呢我主要就是先自我介紹 透過自我介紹的方式讓大家認識我 那我的三個關鍵字就是藝術設計跟教育 因為我自己也是跟瑞良一樣 都是從美術辦的系統體系長大的 就從國中美術辦 然後高中 高中是台北中正的美術辦 然後到大學來高雄念 然後研究所也是念純藝術 所以呢我已經有超過十年都是在念純藝術的科目 然後呢我後來到了在大三的時候 因為我在那個創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也是很積極的去參加比賽啊 然後一直算得出作品 可是其實雖然說比賽對於你的作品有很多的認同 可是呢你還是會必須面臨個市場性的問題 例如說跟跨廊簽經濟約 然後或者是做運到廖長區 所以呢我帶大資源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跟設計並進 然後一直一起發展這樣 那教育的部分是因為我念的是師範大學 所以呢其實我們有去實習 然後呢有去教育現場就是亂過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我這個年紀 然後去到教育現場 感覺好像只能把課本的東西再copy給學生 或好像沒有太多的歷練 所以呢我還是比較想要從事的 在外面的環境遊走一下 再進到教育現場 我覺得我才能把我的衣術啊設計的經驗 分享給他們 所以我後來就是比較著重 都是在自己的設計的公司部分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幾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比較多的養成背景還是屬於藝術的 那其實我在大學時候的作品量 總共是261件 我有算過 那其實不斷的去比賽 然後有很多的採訪啊 或者是甚至剛剛的第一個是有在出書 其實在成品的書局裡面只有我的書冊的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下 那其實這樣的過程裡面 最後面臨的還是作品 到底有想要去哪裡 那你必須要一直維持自己的創作生涯 其實需要很多的資金 一定一直不斷的進來 像我的同學又非常好心 又收藏我的一件作品 就是他的工作室有畫一件我的作品 那這個是當時候 這個日本的這個 藝術的比賽 就是村上榮 然後來台北辦比賽 然後當時候 其實因為村上榮的作品 都是跟情色的議題是有關的 那我自己的作品也是 都是在描述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藝術 其實我的日文也是在寫這一塊 因為藝術有一半以上都是裸露的 那我覺得這個裸露 然後到情色跟色型之間的一些關係 它存在很多的暗暗 所以我的作品就一直在琢磨這一塊 那村上榮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這樣的一個題材內容 所以他就對這個作品非常的喜歡 所以當時候其實 下一張有跟 這個就是我的情色系列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系列就叫做 艾艾美男光 那艾艾美男光的意思就是一個模糊清 然後非常艾美的一個狀態 你覺得它好像存在一個藝術心 可是它其實題材內容是來自於情色的影片 那它透過一個規劃的一個表現形式 它好像被去除了某些的情色 然後可是 你好像不覺得它是情色 它好像提升了某種藝術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它存在很多暧昧 那下一個就是 就是有去新書的發表的比賽 那或者是有參加很多 那我覺得藝術裡面 就是我一直還是覺得生存上是有很多的困難 所以我就並進了設計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一點設計的內容 這個是當時候 孫上榮的一個比賽 他在評選 好 那接下來設計的內容 就是 我一開始的設計 其實 也是 就是從自己 大 大學 大學的一些 就是 例如說有戲服 或者是學校的一些環境的海報 可是其實如果我在設計裡面 我會發現 可能它的後面的印刷的量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它其實對於你的設計是非常質疑的 例如說一張海報 它最後活動成只有印三張 它會覺得 一年的設計費收五千塊 它是沒有辦法接收的 可是如果今天 你的設計是企業形象 它是不斷的一直使用在所有的每一個地方 它會覺得它是一個整體的規劃 甚至這個設計它是可以用五年十年 那我覺得它是會願意去 去做這個的設計 所以呢我自己的設計 後來也是比較轉型的 就是都是企業形象的部分 像是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可能 這一間企業它原本有這樣的一個名片 就是他們原本的形象 因為我覺得在高雄的產業裡面 其實他們都還在轉型當中 因為就是台灣在尤其南台灣 這一塊設計 其實我覺得還有發展的空間 雖然我是台北人 所以因為我覺得它還有發展的空間 所以我就在高雄這邊創立這樣子 那這是它原本的設計的一個形象 那我覺得一個形象給人的一個感覺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後來就是把它做整個品牌的一個規劃 所以呢我其實其他的一個作品 也都是從原有的一個品牌 然後去做不斷的規劃 那因為剛剛第一個那個信宏 它有講到一些社團 就是它有講到親服團 那因為我跟親服團也有一點點的觀念 所以我稍微瞄準一下 因為我自己必須要去做設計 所以呢我必須不斷的去擴展我的人脈 那或者說各個產業的結合的認識 我才有辦法去幫大家去做形象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自己在社團方面呢 就有參加了高雄的廣告創意協會 可能有些設計的人知道 這是屬於比較南台灣的 那其實在社團裡面我還有參加的是福倫社 那他剛剛又講到說 欸30歲以下是不能參加的 那剛時候我要參加福倫社的時候 也是被一個社長就主導 那我就跟他描述說 我為什麼想要參加福倫社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團裡面 很多是一些企業的非常優秀的人才 那我覺得我想要在這一群人當店底的 然後在這個店底的這個角色裡面 都能去學習 所以呢我就去福倫社做一次的提報 然後去說服了當時候的社長 還有當時候的一些評評 那因為我今天非常長處的來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要分享10分鐘這個內容 我以為說只要兩分鐘講一下 關鍵字大家好 是找到網站而已 所以呢我現在 因為我剛才來了比較晚 所以呢我現在就跟大家提上影片 然後因為沒有太多時間跟大家認識 如果我不對 那就第一個明天跟在 那待會大家可以就是給我一個個交換明天 那背面是我福倫社的一個就是一個明天的內容 好那我們看一下下一盒 就是這一個也是 就是它是一個未有域的設備的一個形象 那它原本可能就是比較 算是早期的一些工商 他們就是很簡單的去打上一些標牌題啊 或是內建的文字 那其實我就是把它做整個顏色的配置 然後整個形象 重新的規劃 甚至到它後續的錢價 或是整個報價單 那或者是康棒公司的整個室內設計等等的形象 都是 好那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金屬的公司 那這個金屬公司它原本的設計名片是長這個樣子 它整個公司的形象 那其實我會覺得它的logo是非常的不明顯 甚至不知道它想要表達什麼 那我有聽那個老闆它的描述是說 這個是非常多的鋼片 就是幾何的鋼片 然後去剪裁 而成了一個logo 那因為這一間金屬公司 它們有H鋼 所以我就以H鋼為這個形象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紅 那我就是瞄了這個形象去把它做 所以這一張名片 後來就是使用燙金的這種表現 然後去表現這個logo的一個質感 所以我後來比較著重的設計 都是從企業的形象做出發 然後再延伸一些出角 然後 這是最近在做的 就是最近在高雄展覽館 這邊有一個公司 叫做亞國遊艇俱樂部 那這個公司就是在拓展 就是高雄的港灣的一個遊艇 因為高雄其實 就台灣算陸地很小 可是其實我們對海洋完全都不熟 就完全是非常的陌生 那其實去參加遊艇俱樂部 他們就是想要建立一個不同的社群 讓大家可以去接觸一點海洋 因為像是我遊艇的這一次的經驗 算是我第一次 因為完全就是只有在陸地生活過的人 其實去參加遊艇是很有趣的 那未來大家如果對遊艇有興趣 可以帶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認識 那這個也是關於一個綠 就是科技 然後它是叫做綠 綠色科技的這種就是環保啊 然後義氣的這個公司 這樣子 那這一個是我最近做的一個 飲料的一個企業的品牌 那這一個 這間飲料店它在林申路跟中申路的交叉 那這一個它是屬於很日式的一個飲料店 那它就是希望把御所的祝福 然後跟杯子結合 每一個杯子上週有一個御所的這個粉絲內容 那我們看一下一個採訪的報告 那給大家看這個影片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還有一些可愛的商品還有公仔 現在的首要引導的可以說是鑽藩 而且鑽藩可以說是相當大 用了這一齣的特色 這樣的公仔 而且還有超商所鄭重的都非常好 而且現在杯子都要想盡心思 賣出區別 像高雄呢 有一些總是日本風格 寫了很多祝福語 同時呢 還有杯子上頭呢 會因應時事還有季節 都會做出變化 比方說像是有毛熟杯還有聖誕杯等等 反應這業績效果會因此成長的一層五左右 然後業者收入門 另外茶飲夏天的冷藝市場也多競爭 就連杯子都要與眾不同 牽手搖飲店走日式風格 就連門後都有一個大半的鳥居 所有的杯子都放照御手的樣子 幸福其願 仲值成就 成績笑笑等等 十二種祝福語 而最受歡迎的是 哪會不贏要成就的 哪會不贏要成就的 哪會贏要成就的 哪會贏要成就的 哪會贏ücks 對,我其實一直覺得藝術跟設計進入了我們的生活 其實可以綿化一些美感的提升 那其實生活上也會變得比較輕鬆比較快樂 那整個環境是認為是非常好的 那這間店稍微廣告一下就是在林神路跟中正路的交叉 有興趣我們可以去看看 以上的簡短跟大家做一點的分析 三分鐘的QS講話 我跟個微信跟你講 我們可以放他放開 那你是當純做他們的整個企業行鑑 還有他們的影片 你有參與他們一些包括行鑑 因為我覺得就是可能 那就是可能設計行鑑 還有招牌可能會 跟他們的一些行銷的策略有一點關係 所以你們這方面有策略嗎 呃行銷的部分呢 其實目前來講是沒有策略的 因為比較是設計 所以我覺得 呃 就是行銷那方面我比較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我還是後來覺得 我還是以公司對公司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我的行銷 我是有其他的公司在做配合 所以我自己沒有在處理行銷的做法 比較到齊 福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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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倫社它是一個公益的團體 那它公益的團體就是 募集了非常多的企業家 然後的贊助 像是這次高雄的氣爆 然後福倫社的3510地區 就是屬於比較南部的這個地區 然後就捐贈了3500萬元 給這些災民做一些災後的物質上的使用 因為福倫社的老闆 我自己只有體會是這樣講 可能比較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投入第一線去處理 然後他們就是以這個企業的贊助啊 或是以經費的方式去處理這一塊 像是非常多的捐血車 捐血車你捐完以後 它是會送你一包米 或者是什麼東西 那非常多都是以福倫社的名利贊助的 這樣子 那福倫社主要就是在做這一塊 像是以世界福倫社來講的話 就是全世界的小兒麻痺的藥劑 全部都是由福倫社支出的 就是譬如說藥劑的點發 然後後續譬如說 有小孩子出生 然後每個小孩都要去打 這個小兒麻痺的藥劑 那這個藥劑的費用 全部都是福倫社去支出的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好 我很想喔 其實因為你主要做的都是CIS 什麼切事別的 但是說 問一下說你接觸到的系列 大部分是像什麼樣的level的 這樣一個 大部分是什麼樣子的level 我們說 就兩個角度來看 但是說是說 我們例如他一個層級到什麼 或者說我們講說產業別 你比較常做哪些類型 產業別喔 其實我自己接觸的產業別 我比較沒有什麼限制啊 其實我就是 以我目前所接觸的 我就會看到他的設計 我就會有些不太舒服 或者是想要跟他建議 我就會用建議的方式去跟他了解 然後溝通等等的 然後呢 就順勢幫他做了設計 我的設計比較不一樣 我講一下 因為我有一個提到問題 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是 我們在某間大學的一個 約束器團的部分 那他們就是 他們現在是在做CIS 或者在找一些的提案這樣子 他們光是CIS 那部分基本 這樣應該就是 帶你們到晚左右 帶你們出去 好啊 那待會有回報 再跟你們講 好 掌聲謝謝幫幫 謝謝